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 题目是 神将记号赐给摩西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 摩西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是杖 耶和华说 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 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手来 拿住他的尾巴 他必在你手中 人变为杖 如此 好叫他们信耶和华 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向你显现 耶和华又对他说 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极致抽出来 不料 手长了大麻风 有血那样白 耶和华说 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 极致怀里抽出来 不料 手已经复原 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 倘若他们不信你的话 也不信头一个神机 他们必信第二个神机 这两个神机 若都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旱地上 你从河里取的水 必在旱地上 变作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左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雅 耳聋 木鸣 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 不是有你哥哥立位人 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现在他出来迎接你 他一见你 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 传给他 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 又要指教你们 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手里要拿着杖 好行神迹 神呼召摩西出来 要他去直面法老 要法老放以色列人离开 去敬拜神 就这样空口白牙 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 说两句话 法老就能够放上百万的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当然不能 就算是摩西回到 以色列族人当中 和以色列的长老相谈 他们恐怕都不能相信 于是耶和华 用摩西手中原有的杖 这杖不是神为摩西 另外预备的 就是原来摩西手中 所用的杖 给施行了一个神迹 就是将这个杖 丢在地上变为了蛇 但是将蛇的尾巴 一拎起来 蛇又变回了杖 这是神给的神迹 又要摩西将手里 放入怀中 一放一收 手上就长满大麻风 再一收一放 便又好了 这是绝对的神迹 因为没有任何人 可以做到这样 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却在众目亏亏之下发生了 只凭着神的一句话 那这不是神迹 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神所留给我们的记号 教我们知道 他乃是神 这所发生的事情 便是神所行之事 这是神所给的记号 神迹这个字 本身意思就是神的记号 既然说是记号 那就有一小部分的特点 是容易让人辨别 而不是整篇通篇都是这样 神以记号是人 就是要人得以相信 所启示的事 是出于神 例如一根杖能够变成蛇 这又和法老放以色列人 出埃及有什么关系呢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看到这样的事 就可以使原本不信的人 变为相信 要不然你怎么解释 杖可以变成蛇 蛇又可以变为杖 再加上那极难医治的大麻风 可以极来极好 我相信这件事情 即使是自己施行这事的摩西 也是在这个时候 才完全的将心中的怀疑放下 才肯为神去行这个事 而摩西此时也开始提出 一些实际的问题 他知道这是势必要去行的 但是他又知道自己 左口笨蛇 那又怎么能够劝服人呢 有人说摩西这是推托之词 他本是埃及的王子 又学了埃及的一切知识和才能 他怎么可能是左口笨蛇的呢 但是问题就是出在 他原本是埃及的王子 然而他已经在米店的旷野当中 牧养有40年了 原本再好的口才 如今也已经有40年 没怎么用了 你想他的口才还能够好吗 恐怕这个时候 只要能把原来要说的话 说个清楚就很偷笑了 所以摩西说他左口笨蛇 绝对不是推托之词 但是神对于摩西的不肯顺从 却是大怒 我可以让你一染上大麻风 又立刻治好他 难道我不能治好你的左口笨蛇吗 要知道人的口和蛇都是神所造的 你所说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能够赐你口才的神 况且你以为事情要成就都要靠你在法老面前的口才吗 摩西啊摩西 你惧怕在法老面前失态 就不怕在我面前惹怒我发怒吗 神对于摩西的小心生气是应该的 他只看到自己眼前小小的困难 却不能看到神乃是比那些困难 所有的困难加起来还要更大 神所要愿意行的事情 就没有什么能够拦阻 或是有造成困难而办不成 神已经知道法老必要反抗 但是就连那些反抗 都是在神的预见以及计划中 好在神虽然生气 但是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处罚摩西 反而是耐着性子将摩西的顾虑一一解决 他要摩西的哥哥亚伦出来预备迎接摩西 并且要让亚伦陪着摩西一同到法老面前去见法老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要亚伦来代替摩西 神仍然要那自称左口奔蛇的摩西 去在法老面前说出神的要求 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中出来 让他们可以敬拜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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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